现在早上十点钟了 店里刚开门打完卫生 准备把这个小孩子牌发剪完了之后 我们就关门去我们社区社康医院 去打新冠疫苗 因为前段时间的话 我们收到很多社区 以及工作这些街道的商户的群里面 发通知 要我们这些人去打疫苗 还有我们住的房屋统计的 都在给我们发信息 今天的话带着我们前店员工 关门直接去打疫苗 因为我们做的是恐怖行业 接触的人不要多 所以说打一下新冠疫苗还是好一点 带着我们店的伙伴一起去打疫苗 杉杉要打疫苗起来的好早 杉杉打疫苗你怕不怕呀 按一下就好了 碰一下 那不是一下了 那是很痛哦 碰我也要打 可以点个赞 现在我们先打一次这个人 还有五六个人的话 那在吃早餐 在后面我们先去排队 这个社康医院的话 就在前面一百米就到了 离我的店很近 现在我们到了这个社康人民医院了 现在进去排队打疫苗了 现在我们店又加入三个新来的美女 让她自我介绍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吃中午饭了 大家看一下 免得你们说我们吃饭不弄个桌子 现在已经弄了一个桌子 还有凳子了 这样吃着就挺幸福了 我们的伙食越来越好了 红烧愉快 这个空心菜 我们新来的三个美女在里面练习 我给大家看一下 好享受啊 你们两个帅哥 太舒服了 刚刚开完了中午立会 昨天店铺招了三个新来的小美女 现在在楼上在练习 本来这两天连续走了两个员工 然后在家我们店13号 做了四年的美容师也要离开 导致现在一个店就只剩下三个住女 所以说感觉肯定是忙不过来的 就剩下三个人了 今天又招了三个新来的美女 所以说一下子就六个人刚刚好够了 所以说心里真的挺开心的 不过这三个美女她什么都不会 就是我们要花个三到五天 帮她教会了就好了 所以说上帝都会眷顾我们 这种努力拼活的人 加油 现在晚上七点钟了 刚吃完晚饭 这一会儿的话店里不是特别忙 这个帅哥在做西式套 我们五号老师在做 晚上八点半呢 店里有三个顾客 外面这一会儿也在下着小雨了 今天到了四个头发 今天声音比较惨淡 一点都重忙 这一会儿又下雨 正好是黄金时间下雨了 不知道没得搞了 等一下就下班了 晚上十点钟了 现在跟我们店的四个股东 一起开个股东会 现在已经到了凌晨一点半 刚刚开完股东会 现在准备回去了 昨天我们店13号美女离职了 前两天新来的那两个女孩子也离职了 这几天接二连三的有员工离职 所以说感觉这几个员工走 对店铺这些员工其他的人的心情影响很大 所以今天赶紧开个股东会 开完股东会之后 让股东下去之后 要积极面对现实 然后影响员工 然后今天也好 招了三个小美女进来了 然后今天让他们学了一天洗头 他们感觉还好 但是新人来的话一般都担心他们不稳定 前几天为了员工招人的事情 真的是我搞得每天晚上 回去两三点都睡不着 吃饭都不怎么想 因为作为经营者 当没有员工的时候 真的店铺就很难经营了 就没有人干活 有顾客没人做 有客人做不起项目 真的是很难受的 所以说只有做过店铺 做过生意 做过管理者的人 才真的能体会到我此时此刻的心情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喜欢小奇点个关注点个赞